它不是平方數 結果說 它不是平方數 也不是平方數 也不是 那也不是的意思嗎 是錢 也不是平方數 也不是平方數 是錢 對吧 那齒種數共有幾個 那這個人 就是這種n 2 連幾的話 連幾a3 去普及 剛剛的dimo跟定理 還記不記得 剛剛的dimo跟定理 dimo跟定理就是a 那個 a連b 去普及 a的普及 交b的普及 是這樣子 這裡就用上了 對吧 我們那個 雖然那個 這個 雖然小粉 麻雪水小 不上季犬 畢定 好 那這個 這個 叫語集嗎 那減掉多少呢 A2 零幾 A3 記不記得 對吧 那這個語集就是全部的 就 一千到那個 死的六四方 所以這是死的六四方 減掉多少 減掉死的三四方 記得要加1 為什麼 因為他是從死的三四方開始 你不能把死的三四方給扣掉 減掉多少 只要這個 這個的話 我們已經知道是吧 1 1 0 5 那這樣的話 就可以 用這個計算計算一下 那 這 死的六四方 那這 一千 一二二三一四 應該有六個零 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四五六 那這 一減的話 這是一千 二零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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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二零 二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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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二啦 這兩個加起來 是二零五三 那減掉一個 二零五三 這樣子 借1就剩下9 就等到 这样的话 这个是等于 这个等到 就等于那个1万 1万 1万的话就剩下9万 借1万 1万减掉2052 1万 1 2 3 4 减掉2052 7 9 48 这里当然有9 7 9 48 真的吗 对吧 7 9 48 是不是这样子 对吧 你就借1万 借1万就剩下 那个99万 1万减掉2052 就7 9 48 所以997 9 48 7 9 48 997 9 48 真的吗 对不对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 立体室 他说设u为a与b的语级 ab的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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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x 表示集合x元素的个数 这个大家都知道 然后他说n A a的语级有18个 b的语级有20个 然後總數就語極的個數有30個 求下列個體的話 N A 連 B 補起來 第二個就是 N A 交 M 那我們算出這個 然後利用這個式子來算其他的 第一個第二個 第三個 N A 交 B 我們有個公式 你可以把這個公式記下來 事實上也不用記 你了解以後就知道了 這個 A 交 B 個數的範圍 它小一點小一點 A 4 B 也就是說看 A B 那個個數少 那就取那個 A B Minimum 然後大於等於多少呢 大於等於 這個取比較大的 那些嗎 這個多少呢 不是取零 就是取 N A 加 N E 那減掉多少呢 減掉那個 N U N U就是語極 全部的 這兩個數取一個 取最大的 這什麼意思呢 我現在改選 我現在把這個語極 看成是一扇窗子 三扇一扇窗子 那我把什麼呢 我把那個 把那個 A 極跟 B 極 看成是窗戶 窗戶 窗戶 那這窗戶的話 他重疊的部分 什麼時候最大的 就是說 這兩扇窗戶 他的焦體什麼時候最大的 重疊的時候 那重疊的部分的話 最大的部分就是說 不是他 就是他 看哪個比較小 比如說他比較小的話 那他擺在中間 那窗戶的話就是他 是這樣子 就是說 取窗戶的意思就是說 重疊的部分 重疊的部分最大多少 最大就是說 整個 所以整個就是這兩個 看哪個比較小就取那個 對吧 對不對 比如說這個比較小 這比較小的話 那整個窗戶的話 重疊的部分就是這個 這也是重疊的部分 那比如說A比較小 那這是B 對不對 所以他個數就是A A的個數 好 那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這個是他極大值 就是說什麼時候 他的焦體最大 就是你兩扇窗戶 重疊的時候焦體最大 對吧 那什麼時候重疊最小 就是你把窗戶打開 那窗戶打開的話呢 如果有空隙的話 那焦體是0的 對吧 那如果你把窗戶打開 他還有重疊的時候的話呢 就是說你把它打開的時候 打不開 沒有空隙 當你把它打開的時候的話 結果什麼 結果一個靠到底了 另外一個也靠到底 另外一個也靠到底 那重疊的部分就是這個 那這個部分是什麼 這個部分就是 青色的個數 青色的面積 加上藍色的面積 扣掉整個面積 對不對 然後取那個最大的 取那個最大的 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辦法打開的話呢 就是取這個 那有辦法打開的話 就取這個 這樣 沒問題 沒問題吧 那比如說 以這個當例子 以這個當例子的話 你就看看 他這兩個加起來的話 有沒有比他大 這兩個加起來 如果有 這兩個加起來 如果有比他大的話 代表窗戶打不開 你說這兩個 這個加 這個加 要減這個 就是這個 這個幾小值 對吧 然後他極大值的話 然後就是 這兩個當中 取一個最小的 對不對 所以說 我就知道 這個人 這個他的交集 他的範圍在哪裡 N A交V 他的範圍在哪裡 範圍呢 最大值是18 大一點多少 這兩個加起來 如果大一他的話 就減了 如果小一他就不用減了 如果小一他的時候的話 那就取這個就好 這個是辯護數 對吧 如果這兩個加起來的話 小一他的話 就取0 這兩個加起來 大一他的話 就這兩個加起來減他 所以18加20的話 8 38 減掉30 全是8 合體 所以這兩個集合 他的交集最大是18 最小是8 這兩個 這兩個 我怎麼說 聽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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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方法是我太太 這種解釋方法是我想出來的 你看 你看看 他在探命的錢 看我辛苦了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這沒有問題 你可以把這個圖畫上去 畫在你的牆壁上面去 然後回去想一想 你就把它看成是 一個窗戶 裡面有兩扇窗 這個窗戶就是一集 這兩扇窗戶就是集合A跟B 對不對 然後你讓它重疊的時候 它交集最大 你讓它分離的時候 交集最小 對不對 是不是 沒有問題吧 其實我是覺得 教書比念書更有趣 為什麼 念書的話 你就是說 念了念了 想了好久 想了一個頭很大 想通了 就過去了 教書不一樣 教書的話 你想通了還不行 想通的話 你要想慣好的話 你就會想出些怪招出來 對嗎 你要不只說想通了 道理想通了還不行 你要想著辦法 把這個道理講出來 你知道吧 所以教書還是比 禮拜念書有其多 這樣就是你吧 禮拜念書有其多 這樣就是你吧 所以你們 所以你們 我是這樣覺得 就是說 你們在班上的話 如果跟同學 討論的時候 你們不要吝嗇 你就說 他問你的話 你就想辦法 講給他懂 當你在 講給你同學懂的 那個過程當中 你的話 你自己也會 你自己又更清楚 而且也會 而且什麼 而且也會有 意想不到的收穫 好 這沒問題吧 那沒問題的話 這個的話 這個我們就用這個算 或者是你把它 直接展開 展開展成這種形式的話 用這個方法算也可以 我們用兩個方法算好 第一個方法就是什麼 就是說 你用疵風根 用疵風根的方法 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叫N NU 減掉多少 NA連P 是不是這樣子 對吧 好 那現在的話 我N連P 要把它算出來 NA連P 這兩個NA 加上NV 減掉NA A多少 交V 對不對 那要算出來 NA等到 NA等到 18 加20 減掉NA 交V 對不對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38 38 38 減掉NA A交V 是不是 好 那我用這個不等式 啊 我把它加個負號 加個負號的話 叫N A交V 小1等於負8 大1等於負18 是不是 這個負號 我全部加負號 不等號又編打 這知道嗎 加負號以後 不等號又編打 好 編打以後 你再把它加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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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掉NA交V 小1等於38 加38變成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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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人 38 減18 多少 這是20 是不是 好 那20的話 這是 A連V MA連V 小1等於30 大1等於20 然後我再把它加個負號 加個負號 MA連V MA連V 加個負號 小1等於負20 大1等於30 然後再把它加U 加U 加U的話 U的話 是30 再給它加U 再給它加U U 減掉NA連V 加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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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30 U是30 這是30 加30 全數加30 這10 大1等於0 沒問題 沒問題吧 這個多多運算 多多運算 多多運算的話 有好處 好處 我們都知道 這個範圍介於什麼 介於死跟你之間 這是一個方法 另外還有什麼 另外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什麼 就是我把它給什麼 展開 這等號 A5級 敲B5級 然後直接展開 不用直接展開 就算這個 那我就用剛剛的這種方法 現在 N N N A8等多少 它的範圍在哪裡 等於呢 30 它減掉N A 這個N A8等於多少 N A8 等於30 減18 聽聽 對不對 30 減18 等於多少 2 12 那N B8 等於30 減N B N B20 這10 好 所以我就知道 你知道齁 這兩個重點的部分 重點的部分小一點 取比較小的10 大一點多少 這兩個加起來 跟30比較 這兩個加起來有多少 22 22有沒有超過30 沒有 所以它窗戶可以完全打開 窗戶完全打開就有空隙 但空隙就沒有交結 跟這個一不一樣 跟這個是一樣的 表底 沒有問題吧 所以你要碰到這種 肌肉不等式 就想到老師那個窗戶 窗戶打開 表底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現在來看看 第三題 第三題的話 現在第三題已經知道了 MA8 這是等於12 MB是多少 MB是20 所以 MA8交V 小一點多少 兩個哪個小 12 那大也知道 這兩個加起來有沒有比30大 有嘛 所以這個門 窗戶打不開了 所以的話呢 最小交集是2 現在有問題 沒有問題吧 沒有問題的話 你們要不要考那個 招女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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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女 我幫你他們不一樣自由亂嗎 我有 沒有要考 那我們的話就上課一下好了 好 我們現在來看看 我們看看這個 立體5 立體5的話 100個學生中 喜歡音樂的有72人 喜歡畫畫的 音樂叫什麼 Music 喜歡音樂72人 喜歡畫畫的 對 畫畫有一個字叫Trogling D-R-L-W 喜歡畫畫的 有53人 喜歡音樂 而且喜歡畫畫的 有N人 那N的範圍 多少 那總人數 總人數的話 他有100人 對吧 那喜歡音樂 而且又喜歡畫畫 他可能 他可能 人數呢 佔很後悔 最多 53個人 我不會抽5萬 最少多少 72加53 是 125馬 對不對 125馬 他減掉100 是25 我最少25個人 同時喜歡 喜歡兩項活動的 喜歡畫畫 又喜歡音樂的 最少25個 最多53個 有問題 有問題吧 好 然後那個密集合的話 剛剛我們已經講過了 對吧 那個密集合 剛剛已經講過了 那個證明的話 證明的話 是要你排列組合以後 才會知道 不過剛剛我們就有個講了 你有N個 AVC 三個啊 他的密集的個數有一個 你就控位置 他 他的那個 子極 這可以 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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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有2的三十八個 對 如果他有 N個的話 就是說 A的個數有N個的時候 那麼他的密集合 他的密集合的個數 這個密集合的個數 就有2的延遲萬個 對吧 就路往這裡 如果是3個的話 就有3個 這沒問題吧 這樣比 這個剛剛講過了 這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齁 沒有問題齁 在這裡有個練習 我們可以幫他做一下 一下子的話 也可以來檢討 下一次的話 我會全部做給你們看 那你們的話 看一下 好 沒問題 我們現在來看看 邏輯的基本概念 邏輯跟這個集合有關 兩個事實上都是數學的基礎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邏輯 跟那個什麼呢 跟那個集合之間 有什麼對應的關係 好 那什麼叫邏輯 我們現在來看這個 第一個 我們先來敘述 什麼叫敘述 敘述就是畫 說話 敘述就是畫 說不會的畫 說不會的畫 以前 有很多種畫嗎 敘述是由限定某一種畫 就是說 能夠辨別真偽的話 我們就是敘述啦 不能辨別真偽的 我們不叫敘述 譬如說有一些形容詞 譬如說 這個月亮好漂亮 你說好漂亮 我說不漂亮 就是沒有辦法 譬如說 敘述就是一種肯定或口定的一種文句 對或錯的文句 而不是形容詞 既然敘述的話 敘述是一種話 它可以分對錯 那它跟那個集合就很像 集合的話 我們說一個集合 集合的話 一個元素 它可能在集合的裡面 比如說一個敘述好了 比如說我們說P的話 是一個敘述 那P是一個敘述的話 那這個大P的話 是讓什麼呢 讓這個敘述為真 的元素所成的集合 比如說幾個例子 比如說一個敘述 X X是一個奇數 這是一個敘述 讓這個敘述能夠成立的元素所成的集合 就是一一三五七九 對吧 是不是 好 那就是說 滿足這個敘述所成的集合 就在裡面 那裡面這個元素呢 是讓這個敘述為真 就是說我們說 剛剛不是說敘述 敘述能夠辨別對錯的語句 能夠辨別對錯的語句 所以這個敘述呢 它有二值 兩個值啦 所以我們說 我們現在講的邏輯是所謂的 二值邏輯 不是對就是錯的 對吧 所以這二值的話 它可能是對的 對我們用T來代表 它可能是錯的 對不對 那你如果用集合來描述的話 這裡面的元素呢 就是讓這個敘述為真 這個元素 所以呢 這個就是不對 然後現在假設 假設這是語極 語極的意思就是說 論譽 論譽的話通常什麼呢 通常是寫在後面的 比如說X 屬於N 那這N的話就是語極 對不對 如果A A的話 如果寫的這樣子 那它的補極呢 它補極的話 我們知道說 自然數的話 不是極數就是偶數嗎 那它的補極 補極的意思就是說 不是極數 它不是極數就是偶數 對不對 所以的話 我現在假設 這是語極嘛 那這是A嘛 這個叫P好了 P就是當 那這個敘述能夠成立的元素 所成的基因 對吧 那這樣的話 這個語極 就被劃分成 劃分成兩個區域 一個區域是P的區域 這是真的區域 一個區域是讓這個敘述 為不對的區域 這個就是P吧 沒問題 沒問題吧 好啊 所以你就知道 邏輯 二指邏輯啊 跟我們講的 這個集合 它會形成一對一的 一對一的那個什麼 那個對應 所以 你有時候說 邏輯呢 是數學的基礎 也可以 你說集合 是數學的基礎 也可以 沒問題 沒問題吧 好 迅速就是能夠判斷真偽的語句 那沒有辦法判斷真偽的語句的話 這種的話是形容詞 我們就不一樣 我們不討論這個 好 那這個敘述的話 通常用ABC 通常是這樣子 通常ABC的話 是集合 那個小A小B 尤其我們有時候 敘述通常是用PQ來代表 P的話 那小B小Q呢 通常是 是可以稱為一個敘述 當然他這裡講說 大A大V大C 可以稱為一個敘述 那也是可以的 那也可以代表一個集合 好 開放語句 說到開放語句 開放語句就是說 在某種情況底下 這個 這句話是對的 在某種情況底下 這句話是錯的 那我只要呢 把這句話講清楚了以後 那這句話就是什麼呢 就是敘述了 比如說什麼 比如說X小B 比如說X加2 X加2的話等於 那這基本上是一個開放語句 好 那什麼時候它是對的 就說3的時候它是對的 所以有時候的話 我們就講 講說什麼 講到A A的話是什麼呢 A的話是X 那X呢 加2 等於5 好 那當我們寫這樣的時候的話 已經下意識了 就是說 約定成屬了 約定成屬 就是說 讓這一句話為真 等於是為真 那個元素所成的集合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這個當然要 X要 X要 X要屬於 這個屬於R也是可以 所以這個又沒有限制了 那這個的話呢 我們就約定成屬 就是說 讓這個虛出為真 等到X 這個就是什麼 那這個什麼呢 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3 沒有問題 那你如果純粹寫這個樣子的時候的話 而沒有點你說這個東西是什麼東西的時候 那基本上是一個開放語句 開放語句就是說 當X等於3的時候 這一句話是對的 當X不等於3的話 這一句話是錯的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吧 那A bar A bar的意思就是說 A bar的意思就是說 讓這一句話不成立 的那個什麼呢 的那個元素所成的集合 沒有問題吧 好 好 那比如說 R還有什麼 還有像這個 X3就是加12 這是小15 那你讓它呢 為真 它的X話在哪裡 這等於3多少 13 對吧 也就是說 這是3分13 這些X是讓這句話為真的元素 那這個的話 這部分是讓這句話為偉的元素 有沒有問題 如果它沒有限定它為真的時候 那麼這句話是開放語句 沒問題 如果你限定它為真的時候 那它的解集合就是這個 沒問題吧 然後集合 那跟敘述 它就可以什麼 可以對應 沒問題 當它成為敘述的時候 那集合 那跟什麼 跟邏輯它是一樣的 沒有問題的話 要我們接下來看 互合敘述 什麼叫互合敘述 就是說一些敘述 有一些連接詞連接起來的 那這種敘述 我們稱為互合敘述 那連接詞 通常是且或或 連接詞 連接起來的新的敘述 我們稱為互合敘述 第一個連接詞 就是和曲 和曲就是且 且它的意思就是說 將敘述P跟Q 通常敘述我們用小型的 那大P大Q用那個 就是 大P大Q就是集合 用且列列而成 寫成的話 P且Q 且是無法 那P且Q 那它的話 就是我們知道 P它有二值嘛 對或錯對 對 這假如是乙極對 它這是讓P那個敘述 能夠成立的 元素什麼基額 這是P 大P 那這是Q 那我們知道的話 你兩個敘述 用且合起來的話 它有幾種情況 一個敘述有兩種情況 不是對就是錯 那Q也是不是對就是錯啊 那這個有兩種情況 這有兩種情況 二成二總共有四種情況 這種情況的話 擺在集合裡面的話 也有四個區域 這四個區域就是說 這個區域就是 兩個都是對的 這個 這裡下我們就有真指標 或是真獎指標 我們會怎麼寫呢 寫成這樣子 這真指標的話呢 對 對 錯 錯 對 錯 錯 兩個區域合起來的話 有四種情況 對 對 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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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到集合裡面的話 是什麼情況 交集的時候 是兩種情況都對 所以是他在交集 所以且的話 對到集合的話 就等於交集 這個區域是P是錯的 Q是對的 這區域是P是對的 Q是錯的 外面這個是兩個都是錯的 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吧 所以且的話 在邏輯裡面的且 對應到集合裡面就是交集 沒問題吧 這樣 你 我說我會太親密 沒有啦 欸 我跟你說 這集合的時候 欸 這麼多人 搞不清楚喔 我希望我這樣講的話 你們能夠很清楚 現在集合的話 你們以前高中的一型 對吧 這個嗎 欸 有啊 交一點點 交一點點 好 那你們老師很固執 他 他 他有沒有像我這樣講 沒有啊 沒有講好多 嘿嘿 對啊 他 他那個邏輯跟集合的關係 他沒有 他的話沒有分析給你們看 對吧 好 沒有問題了 這個喔 這個我們叫做 核取 核取 事實上就是交集 核取 啊 另外一種的話 就是那個吸取 吸取的話就是 破了 第二個的話吸取 吸取是破了 喔 將序數P與Q 用或連結而成的序數 寫成P或Q的 這種或序數我們要吸取 好 那這一樣啊 這P 或Q 嘛 這個P或Q 跟我們 知道我們平常講的那個或 有點模糊了 我們說 他或者他 他或者他的話呢 有時候我們會 就是說 他兩個成立的話 有時候我們是排除的 就是 不是他就是他 那有時候我們下意識說 兩個選一個 對吧 但是 但是我們這裡的 他或他不是兩個選一個喔 是兩個選一個 是其中一種情況 兩個都選 也是其中一種情況 有問題 沒問題吧 那 兩個選一個的話 在邏輯上 還有其他的那個 就所謂的 所謂的 複次貨 複次貨 有一種複次貨的話 是說 兩個選一個才對的 兩個都選的是不對的 這個叫複次貨 好像在電子 電子連接裡面 有這種邏輯文化 不過我們這裡講邏輯的外面 沒有這個 好 所以我們講的還是 還是那個 一小部分 這一小部分是主要的部分 主要的部分 這樣你們 這樣你們有機會 尤其是念那個計算機的時候 還會有更多的運算 不只是有這個 還有其他運算 複次貨 那在集合上也有他的代表 好 那這是對 對 錯錯了 對錯 對錯了 好 那貨的話 是說 兩個都錯才錯 只要有一個對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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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對 對 對 兩個錯才錯 那對到集合裡面的話 是什麼情況呢 對到集合裡面就是嚴己的意思 為什麼 或是用這個 這是對對 這要選啊 這是對錯 這要選啊 錯 這要選啊 只有什麼 外面的錯錯 這才不選啊 其他這三個區域都選 所以是連結 所以那個邏輯裡面的或代表連結 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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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問題的話 那我們先拿來看看 這個 這樣看呢 另外一個就是否定的敘述 好 否定的敘述的話 就是說如果一個敘述 對吧 如果 我們要加個什麼 加個那個 尾 加個呢 吼定的話 這吼定的話 我們上面就飛啊 那麼 這是另外一個敘述 這敘述 這敘述就跟原來敘述 剛好相反的 如果他對的話 加個吼定就是錯了 如果他錯的話 加個吼定的話就是對 好 那在集合上面的話 代表什麼 代表補給 這是批滿 那外面的這個就是古蹟 沒有問題吧 好 所以你就把它集合 跟邏輯合起來 用了 威力的話 就很窮 好看 沒問題 我們現在來看看這個命題 這兩個敘述 兩個敘述 要用這種符號連接起來的 我們叫做命題 這叫命題 那這個命題的話 它有一些那個什麼呢 有一些名詞 寫著這種形式的符合語句 我們叫命題 那這個P的話 我們稱為是這個命題的前提 前提 好前提 那這個Q的話 我們稱為這個命題的結論 兩個 然後這個見他的話 我們稱為是這個命題的推論 對 好那你看喔 那這個命題是一個符合語句 所以它也有四種情況 對吧 它也有四種情況 就是說 對 對 錯 錯 對 錯 對的錯 好 那麼就是這個命題 它的對錯 我們怎麼定義 我們是這樣定義的 就是說 你由真前提 推出假結論 這個命題 我們才規定它是錯的 其他情況的話 我們規定它是對的 你又對的 推論到錯的 結論的話 那我們說 你這個命題是錯的 結果 由真前提 推出假結論 這個時候 我們說 才說 它是錯的 否則的話 然後呢 其他情況的話 我們都規定 它是對的 這個人 然後 那你做這個規定以後的話 它就會跟什麼呢 會跟幾何善 就會有個對應 就是說 就是說 當這個命題為真的時候 當這個命題為真的時候 的話呢 只有這三種情況 也就是說 當這個命題為真的時候 的話呢 只有這三種情況 也就是說 當這個命題 發生是這三種情況 其中一種的時候 當這個命題為真的時候的話 我們就說 P 是Q的時候呢 充分條件 對不對 對不對 那 Q 是P的必要條件 圍稱的時候 我們才這樣講 對不對 好 那或者呢 還有一個名詞就是說 P 運行Q 啦 那如果你把它寫成什麼 寫成提合形態的時候 的話呢 就是P 它會包含Q 那大P呢 就是說 讓小P呢 成立的 就是 讓小P成立的 就是這些 讓小P成立的 那些元素所成機 那大Q就是 讓小Q呢 成立的 那些元素所成機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現在來看 就是說 當這個命題為真的時候 為什麼會導出這個結果呢 我們畫個那個什麼呢 畫個文數圖呢 來看看 這個是大P啦 喔 你在學起來的時候 欸 我跟你說嗎 這個我 這個想多久你知道嗎 我高中的想 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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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個你把它寫起來 這個很值錢 我們想看 這是P正Q嘛 對不對 那我們剛剛不是說 有四個畫文嗎 這是 對對嘛 就 那這是 這是 對錯嘛 你看我這樣說 很輕鬆 聽起來也很輕鬆 欸 你知道嗎 喔 這想多久呢 我看 對錯了 錯了 錯了 好 那如果他這個命題的話 有這種 四種情況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 當什麼呢 當這個病題為真的時候的話 為真的時候 有哪幾種情況 只有這種情況是不對的 對吧 這不要 對吧 當這個病題為真的時候的話呢 只有這三種情況 這三種情況都表明什麼 表明呢 這個P在Q裡面 也就是說 P包含Q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吧 好 那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喔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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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命題 或是一個語句 我們已經規定了嘛 他不是對就是錯 對吧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說 你兩個語句 兩個語句的話 他如果對錯情形都一樣的時候 我們就說 這兩句話是完全一樣的 所有的情況都一樣的時候 我們就說 他是完全一樣的 對吧 好 那我們來看看喔 這若P折Q 這個命題 跟哪一個負荷語句會一樣呢 跟這個負荷語句會一樣 這裡要把它記起來 跟會P或Q會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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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這若是對 對 錯錯啦 好 那等一下我再問說 你要這個呢 跟這個的話 你好像連不起來 是不是 是不是連不起來 但是 這兩句話是一樣的 那是對 錯 對錯 對不對 好 那你把它火定掉 火定的話 就是錯 錯 對對 是不是 我以前那個高中的時候的話 我就知道 這個跟這個一樣 但是呢 他跟他一樣 我是透過什麼 透過真假指標 我說所有的情況都要說 我說他一樣 我是做這樣理解 等一下的話 等一下我會指出 更能夠直接理解他的方法 我們看 那這是或 兩個都錯的時候才錯 其他都對 所以說對 兩個都錯 錯 這個是對嗎 這個是對嗎 這是對嗎 這是對嗎 這真指標 跟這真指標有沒有一樣 完全一樣 所以這兩個呢 複合語句是完全一樣的 那我們就說 這兩個是等義的 這整句話 跟這整句話的話 是等義的 對不對 那為什麼發生這種情形呢 理由是這樣子 理由什麼呢 理由是說 這種語句的話 我們是 我們是做什麼規定 做什麼規定 做什麼呢 做說 真前提 得出假結論的時候 真前提 批對 而且 Q錯的時候 Q錯的話 比如說我們可以這樣寫 或是寫這樣也可以 你寫這樣也可以 反正的話呢 他在結合上代表補級 這好畢竟是在結合上代表補級 你寫這樣也可以 好 就是說 這個命題的話 什麼呢 是 是說 只有真前提 得出假結論 這個時候的話 才錯 等理 因為我們真子表 是這樣規定的 不是嗎 只有真前提 而且 只有真前提 得到假結論的時候 是錯的 那這個呢 你用冰空根 我們知道那個 這個 這個命題跟那個 迪摩根定理是一樣的 那你就用迪摩根定理 就這個 補級嘛 且 變成 或 且是交級 或是連級 或 Q都好定 都好定 就是說 就是Q 所以 非P或Q 他跟他是一樣的 他會跟他一樣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把這個命題 規定 只有這個情況是錯的 其他都對 沒問題 這樣沒問題吧 好 那不要問題的話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好 那這個命題的話 跟什麼呢 跟另外一個命題 也會等於 就是說 逆轉命題 對啊 我們看命題的事態 若P則挺好 這我們叫原命題 對嗎 那非P且非Q 這叫做呢 這個叫做 否命題 否命題 這叫做否命題 哦 他是說轉命題 這是轉命題 然後的話呢 有人講說 逆轉命題 又有人講說 逆否命題 轉命題 轉命題 我們以前叫轉命題 我們以前叫轉命題 高中的時候叫轉命題 但是後來的話 好像 有些地方又叫做什麼 否命題 這名詞呢 常常快點回去 好 那如果呢 我們逆一次以後 再否一次 叫做呢 逆轉命題 歸Q 則歸P 這個我們叫做什麼呢 這個逆轉命題 就原命題的逆轉命題 有嗎 逆轉命題 逆轉命題 或是逆否命題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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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原命題呢 會跟逆轉命題 是等於的 那 那 通常我們 用這個命題 來證明那個 證明的時候 就是所謂的 否定 否定 這命題跟什麼一樣 非Q 則非P 是一樣的 好 我們現在來看 如果P則Q 是原命題 那他人逆轉命題 是吧 這是對錯 對錯 對 對錯錯 對 這是錯 錯 對 對 是不是 那這是錯 對 錯 對 對 好 那 只有真前體得到假決論 真前體得到假決論 這個才是錯的 其他情況都對 對吧 那這個真子表跟這個真子表的話 是完全一樣的 沒問題 沒問題吧 有時候的話 你說 看真子表很麻煩啊 看真子表很麻煩的話 你可以像老師這樣講 這個的話 你如果推出這個 當真前體得到假決論的話 是錯的 那就得到了這個情況 那這個的話 你也可以啊 這個東西的話 這個東西的話 你也可以這樣寫 好 非P 非Q 則非P 這個你說這個印算 非P for Q 對吧 非P for Q 好 非P 就是Q 非P for Q Q的話就行 非P 這兩句話是一樣的 對吧 你可以透過這樣的印算 對嗎 這樣子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現在來看看 好 好 就正經表一樣的時候 我們就稱呼一下 好 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哪一個 好 好 充分條件也必要條件 我們剛剛不是講嗎 講說 這個問題 若P則Q 為真的時候 那我們就說呢 P是Q的充分條件 Q是P的必要條件 或者講說 P 運含Q 那這個會有什麼結果 會有什麼結果 會有說 大P呢 包含大Q 那這個 裡面就是 它的意思就是說 讓小P形成的那個 就是 就是 讓小P 成立的那些元素 所成的集合 會在大Q裡面 兩頂 那就是做P則Q 好 那我們可以舉個例子 比如說 P的話 是什麼呢 P的話就是說 P的話 我們就說 三角形是等腰三角形 就是說 A 好了 A 是等腰三角形 這樣子 A的話 是 正三角形 則 A 它是等腰三角形 這個對不對 A是三角形 則 A 一定是等腰三角形 這個對不對 A 是等腰三角形 A是正三 不要這個邏輯寫完 你要可怕 這個邏輯的話 是從我們那個 平常人講的 那種語句 它的意思抽象出來 然後來運算 所以它不能違法我們平常人的意思 A4 等腰三角形 沒有 講錯了 A4 正三角形 A4 A4 等腰三角形 這句話 對不對 對不對 對嘛 為什麼 因為 如果我把大A的話 代表所有的 正三角形 所存的集合 那A 如果屬於A的話 折什麼呢 折這個什麼呢 A 它已經屬於B B的話是等腰三角形 所有的正三角形 都在等腰三角形裡面 也就是這個A的話 它的集合比這個小 是不是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這是說 這個命體為真的時候 這個命體為真的時候的話 那麼它 就會包含在裡面 那倒過來 一定 倒過來的話 是不是一定會對 不一定 A 如果是等腰三角形的話 那A 一定是正三角形 不一定 因為我可以找得到 所以這個集合的話 如果要比它大的話 它不能過難 人體 這人體 好 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就上到這邊 你們那個練習的話呢 不需要把它寫寫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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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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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